唐奖第三届永续发展奖班给维拉布哈德兰拉玛奈森Vephadran Ramanidon 剑图,表彰他在气候变迁的开创贡献。 唐奖基金会提供。 分享。 第三届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维拉布哈德兰拉玛奈森今天在中兴大学和师生对谈, 鼓励年轻人透过社群媒体让更多人知道气候变迁问题迫切性后, 就可讨论如何解决拉玛奈森在中兴大学图书馆演讲曲线弯转, 气候变迁解决之道,并与400多名星大师生对谈。 拉玛奈森表示,气候变迁在10年后会进入危机阶段, 燃烧化石燃料会产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就像帮地球盖了一层毯子, 地球温度是红外线辐射造成, 二氧化碳的毯子让红外线温度不散掉, 会有地球暖化问题。 拉玛奈森说, 当地球升温2度C时, 将有数亿人生活在极端酷热环境中, 有6亿人口会因病酶感染传染病, 并出现旱灾、水灾, 有些人被迫离开家园。 拉玛奈森说, 气候变迁的影响比世界大战更可怕, 要想办法降低二氧化碳, 但很多人没意识到, 这要透过沟通, 教育。 拉玛奈森分享自身经验, 多年前他在家中装太阳能面板, 现在他已不用买电。 他虽不能倡导台湾使用太阳能, 但他不了解为何台湾还要燃煤, 燃煤会产生空气污染并破坏环境。 拉玛奈森表示, 虽有方法可兴建安全的核能电厂, 但核电形象不好, 如果民众不要, 政府也不能一意孤行。 核电不是唯一解决方式,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才是年轻人可为气候变迁做什么努力。 拉玛奈森表示, 可先从降低自己的碳足迹开始, 透过社群媒体让更多人知道气候变迁问题, 提供解决方式。 感谢观看